你知道在庆育年的故事中 范贤的现代记忆都发挥了几次作用吗 今天就来带大家盘点一下 范贤用自己现代记忆做过的那些事情 首先第一点就是范贤在小时候 用自己的现代记忆拿下了范若若这个终身迷昧 范若若在淡舟的时候经常被范贤灌输现代思想 导致了范若若也逐渐的开始叛逆了起来 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根本是不会跟他在一起 并且遇到一些男人就拿开了一根范贤相比 导致到最后谁也看不上 即便是李鸿成一直当根屁成跟着他 也未能够打开范若若的芳心 范贤自己倒是过上左拥右抱的生活 范贤的第二次使用自己现代记忆的时候 就是默写红楼梦一书 然后交由在京都的范若若 让他帮忙推广和出版 凭借红楼 范贤在还没进入京都之前 就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甚至连北区的小皇帝都是红楼的忠实粉丝 冥冥之中 范贤就为自己之后的道路打下了一些基础 而范贤第三次用到自己的现代记忆 那便是在诗会上默写杜甫的登高一诗了 这首诗被称作了古今七律第一 即使是放在现代中 也没有其他七律诗能超过登高的 在诗会上范贤被郭宝坤等人嘲讽 根本不会作诗 他便当场默写出了登高 虽然毛笔字丑了些 但凭借登高 直接让在场的众人纷纷叫好 郭宝坤等人都是哑口无言 甚至一直关注范贤动向的太子和二皇子等人 在读过登高后都是连连赞叹 就这样范贤成功拿下了诗会的胜利 而第四次使用自己的现代记忆 同样是跟诗有关了 并且这也是让范贤 获得诗仙名号的一次经典场面 在范贤做出登高经验四座后 太子和长公主便为了打压范贤 特意请去了当时的文坛大家庄莫涵 此人在北清和南清都有着很高的声誉 长公主也本以为让庄莫涵来诬陷范贤 所做的登高是抄袭出来的 能够稳稳地拿下他 但范贤却全然不惧 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中 是没有杜佛 更没有李白苏氏王安石这些人 所以在确认庄莫涵的师父不幸度后 范贤便也无所顾忌了起来 开始在南清的朝堂上 当场醉酒背诗摆篇 这些经典诗词 虽然不是范贤所做的 但还是让当时在诚的人纷纷震惊 因为每一首从范贤口中说出的诗 都是能够流传千古的经典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 诗剧中的黄河长江等 都是在哪里出现过的河流或者地名 却依旧让范贤获得了诗仙的美誉 他的诗级也瞬间风靡了南清和北清 尤其是北清 在小皇帝战斗当中命令下 开始大量一刷范贤诗级 让整个天下都掀起了一股 读范贤诗级的风潮 这也是范贤用自己的现代记忆 所打的最畅快的一次文学作战了 不动刀枪就让赵孟涵气质吐血 第五次范贤涌出自己的现代记忆 应该就是打开叶青梅留下的箱子 看到里面所存放的东西的时候了 当时五珠也忘记了 箱子中的东西是什么 不过范贤却一眼认出了 那就是现代武器巴雷特 这也多亏了他现代记忆的缘故 毕竟没有现代记忆的话 恐怕范贤也根本不会知道巴雷特这种东西 而第六次应该就是范贤下江南 收服内裤的时候了 内裤在叶青梅建立的时候 其中的招标系统 也完全是按照现代的方式进行的 范贤便通过招标中的一些漏洞 来帮助下七飞赢过了名家 拿到了大量的标 顺利的掌握了内裤生意的主动权 投标这种事 也同样需要现代记忆的加持吧 在范贤第七次使用现代记忆的时候 便是在大东山对战燕小宇的时候了 当时范贤奉庆帝之命赶回京都 燕小宇则是奉长公主之命截杀范贤 面对燕小宇这个九品箭手 范贤身边还没有五珠保护 便只能使用巴雷特跟他对抗了 凭借现代记忆 范贤也能够很熟练的操纵巴雷特 最后一枪将燕小宇轰杀 范贤第八次使用自己的现代记忆 那就是前往神庙的时候了 神庙的存在一直都是这个天下人舟 奉为神明一样的东西 而神庙中的使者也被他们称作了神明 所有人甚至是庆帝都对神庙充满了敬畏 但范贤在找到神庙进入其中后 便立刻认出了神庙真实的身份 那就是一个军事博物馆罢了 而里面出现的散发光芒的老头 也只不过是一个全息投影 老头就下跪的样子 范贤凭借现代思想自然是知道 这个世界上无鬼神之说 神庙中的东西到头来也不过 是上个文明留存下来的罢了 所以范贤也并没有受到全息投影的蛊惑 成为所谓的天脉者 只是将五族带走后就离开了神庙 这也是范贤最后一次涌出自己的现代记忆了 其实范贤的现代记忆 大多数的情况下 都是让他以现代的思想去考虑一些事项 从而更好地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后期单纯拼武力的阶段中 范贤的这些思想作用也就不是很大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观点 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